关键时刻,普京总统罕见的出访中东,一场好戏开始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 巴以冲突这个恢复交火之后 中东局势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出访中东了 那么不过这次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俄罗斯总统就顶住了美西方的压力 按照计划前往沙特和阿联酋进行访问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的高调,非常的拉风的 有四架战斗机户 当然对于这种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活动来说 普京的这次行动,这次出行的时间并不算长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闪电式的访问 因为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要完成对两国的访问 但是这种闪电式出访的背后释放的信号却是相当明确的 用美国的媒体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罕见 这种罕见不仅仅是指普京的出访地点 在当前局势非常敏感的这种状态之下 更是指的普京出访本身非常的罕见 表现出来的这种重返国际舞台的姿态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知道从这个俄欧冲突爆发之后 到现在打了快有两年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不断的在加码的 不仅仅是从经济贸易等方面对俄罗斯展开这个围追堵截 更是对普京本人是下了狠手的 以国际刑事法院的名义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比如此前南非召开金砖峰会的时候就受到了美西方的高度施压 要求他们当场逮捕普京 而此事最终也是在普京表示不出席金砖峰会之后不了了之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普京这次出访对于国际社会 尤其是对于美西方国家来说 显然是一个大动作 我们具体来说 他这次访问沙特和阿联酋 应该是有四件事情要来谈一谈 第一是商讨巴以冲突 第二是和沙特这些石油大亨来聊一聊未来石油生产供应的事情 那么第三是要加强俄罗斯与中东国家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不排除普京此行 是要寻求中东各国在俄乌谈判上对俄罗斯的支持 我们说不少人看到普京出访这个消息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俄乌局势应该是稳定住了 才让普京放心的可以出访 那么这话说的确实也不假 就在这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预判过 就说巴以冲突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能够借机扭转局势 随着美国双线作战开启之后 资源不足的问题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看到原本本来是要给乌克兰的这些钱武器 现在都分给以色列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尽管泽连斯基还在嘴硬说是相信美国有能力支持乌克兰 但是欧洲国家都已经早已暗示了这场冲突的结局 就是泽连斯基最后被美国出卖 而现在在普京访问中东的时候 另外一则消息就爆出来了 什么消息呢 俄乌的高级将领正在秘密展开和平谈判 并且已经开始拟定这个停战协议了 而且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官员还表示 说目前普京对于这个和谈一事并没有提出异议 相反 这个乌军将领参与谈判很有可能是绕过了泽连斯基的 所以泽连斯基很可能会成为这个事件中最大的变数 同时他也将是推进俄乌和谈的一个阻碍 不过我们说无论有没有泽连斯基的存在 和平谈判必然是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 总之就是一句话 全球一盘棋 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看似两场毫不相干的战争 不仅是暴露了美国地主家没有余粮的这样一个困境 同时也暴露了这个棋子泽连斯基 在美国的一次次战略推演中 已经是注定了要被出卖的这样一个命运 如今一边是乌克兰反攻 表现不佳 一边是亲上加亲的以色列 权衡利弊也好 及时止损也罢 那么美国都不会在死心塌地的支援乌克兰了 而普京选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场罕见的访问 就是明摆着再告诉泽连斯基 大结局已经来了 好戏开始了 关于普京此次访问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